首先我们增加了 因为预设就是有一个新的空白的工作表在这边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要分析 那我们到底要分析什么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从你的报表 你的视觉化报表或仪表版做完的视觉化分析要给谁看 请问我们打算要给谁看 给老板看给主管看对不对 这是第一类 请问还有可能要给谁看 给客户看 比如说放在网页上面 然后给客户 给我们的消费者来去观看 对吧 那当然我们现在假设是要做给老板看 那给主管看给老板看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然后再来去思考他想看什么 否则的话你是在做你自己想看的 而不是老板想看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可以接下来就要去思考 什么叫数据分析 然后老板关心的数据分析是什么 这样子比较好来去发展说我们的设计 好首先数据有这些 数据有这些 那老板可能关心的是什么 定户数啊 老板可能关心的是说那个普及率啊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来可以去算这些 那你要知道说这边除了数据 还有维度 这边我们讲这条横线之上 这称为叫维度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表 什么表 现在因为只有一张表 所以他就不刻意标示 有限电视定户数及普及率表这件事 好不过如果当你有两张表 他一定会标出来 他是哪一张表 好这边的维度的意思就是说 通常我们在做图 我们用一个维度对应一个数值 这个叫做测量的测 三点水一个折那个测 这边叫测度 可以量测的数值 这边叫测度 通常一个维度 一个维度 对应一个测度 就可以画一张图了 不管是直条图 折线图 圆形图 对不对 好那 所以你在这边 你可能可以去画什么 业者 各业者的定户数 也可以去做各年的定户数统计 也可以做 没了 他这边就只有这两个字文字人位 那接下来 你这样才能够去思考说 原来如此 我们有这么多 你看一个 这是C2取1 乘以123456 好我们就可以去画好多种图了 各位 至于那个C 假设你忘记了 你就忘了吧 可是重点是你大概要知道一下就是说 然后这我们从两个文字栏位挑一个出来 然后对应到测量测度里面挑一个出来 就可以去做分析 这样总共应该有2乘10 2乘6 这样有12张统计图表 可是这么多张统计图表不要都画出来 你应该要去思考说 你觉得老板想要看什么 还有就是我们那么多张统计图表 可不可以合并画出来 对不对 所以这点是请各位稍微知道的事情 好了 那有了这些观念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去思考一下